在政坛叱咤了16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走下政治舞台 就在正式离院之前默克尔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似乎要做外交上的告别 7月15日默克尔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由此默克尔将成为拜登上任后 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默克尔表示无意在今年德国大选中谋求连任 预计这将是默克尔最后一次以德国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 其实早在访美之前默克尔就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6月11日默克尔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 7月2日默克尔在英国会见了英国首相约翰逊 5日默克尔出席了中法的三国领导人视频峰会 12日默克尔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随着德国大选即将到来 后默克尔时代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扑朔迷离 若有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接任德国总理 预计他会在短期内维护默克尔的政治遗产 如果最终德国绿党在执政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 或为德国外交政策增添不少变数 1.默克尔在离任之前决定再去美国一趟 7月15日拜登将在白宫与默克尔会面 此前拜登已经在白宫会见了菅义伟和文在寅 由此默克尔也将成为拜登上任后 面对面会见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访美的时间 此次会面的两天后便是默克尔67岁的生日 我认为虽然这只是一次工作访问 但刚得知访美时间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四年里 德美关系一直很紧张 如今拜登上任默克尔希望德美关系能够正常化 去年美国大选时 默克尔便是率先 对拜登当选表示祝贺的领导人之一 如今还在生日前访美 这些都反映了默克尔希望德美关系缓和的意愿 根据白宫新闻密普萨基披露的消息 此次德美领导人见面交流的议题 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化 促进经济繁荣和国际安全等 除了这些老生常谈 德美之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北溪两项目 据彭博社报道 一旦北溪两项目完工 可能会使乌克兰经济和地缘政治受损 对此 德国对乌克兰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 7月12日 默克尔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默克尔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即是北溪两项目建成 乌克兰将继续保持 俄罗斯天然气向西输送过禁国的地位 德国会认真对待乌克兰的担忧 因为北溪两项目 德美之间也是长期局域不断 尽管德俄反复强调该项目属于商业项目 但美国声称北溪二是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 还曾多次向德国施加压力 甚至对项目相关方施加制裁 要求德国放弃该项目 直到近期 美方的态度才略有好转 今年5月 拜登取消了对北溪两项目的制裁 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一项报告中写道 放弃制裁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此次德美领导人会见 预计还会就北溪两项目有一番博弈 德美两国有可能在默克尔访美期间达成一项协议 承诺加强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并为其可能损 适得过经费做出补偿 几名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指出 目前正在讨论其中可能 其中有争议的想法是 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快速机制 一旦不认可俄罗斯的行为 并停止通过北溪二输送天然气 该想法遭到德国官员的反对 他们拒绝将北溪两项目用作政治武器 实际上 美国想把北溪两项目复杂化 政治化 尽管德俄之间早已达成共识 该项目只是商业项目 没有政治因素 但在美国持续对俄罗斯施压的背景下 美国一直在将其政治化 反观默克尔的态度 前不久德法还呼吁欧洲要和俄罗斯保持接触 我认为这些表态可以预见 默克尔在北溪两项目上会坚持态度 默克尔也坦言 不认为在访美期间会 就北溪两项目提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北溪两项目从正式完工到投入使用 这其中还会有长期的博弈 该项目可能随时会受到欧俄关系 和美俄关系变化的影响 二 默克尔接访美巩固外交遗产 拜登上台后 反复强调美国回来了 还主张修复跨大西洋盟友关系 默克尔此次访美似乎是对拜登的回应 默克尔想要通过访问美国 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和德美关系的重要性 德国经历了特朗普的动荡 四年后仍处于紧张状态 默克尔访美之旅向美国和德国国内 都发出了信息 即现在双方迎来了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 不过默克尔未必会得到他想要的 从近几届美国政府来看 德美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奥巴马时期 德美关系表面上非常融 恰 美媒形容默克尔是奥巴马 在欧洲最亲密的伙伴 来到特朗普执政时 德美关系便急转之下 两国不仅就北系两项目一见相左 还在军费问题上争执 德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如今默克尔又等来了高喊要修复 盟友关系的拜登 其实德美矛盾长期存在 在特朗普时期 也只是将德美在经贸能源等领域的矛盾暴露出来而已 尽管拜登呼吁修复盟友关系 但德美接矛盾仍在 除了上述问题 美国人对德国的发展方向充满犹豫 还未想好该如何应对不断崛起的德国 纽约时报指出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从来就没有像他的拥护者说的那样互惠互利 即便拜登的态度比特朗普略有缓和 但拜登也并没有太多像盟友妥协的意愿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减少的时代 我认为此次访美更多是出于 修复德美关系的象征意义 德国9月即将迎来选举 默克尔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外交遗产 并将德美互动转移到更良性方面 由于德国内部对德美关系也有争论和分歧 此时的访问互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德国新政府未来的对美政策 谈及德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尽管德美关系可能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但相对以往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整体上 德国和美国之间会保持一定联系 但不会一步一趋的依附美国 除了前往华盛顿 默克尔此前还专门去英国见了约翰逊 通过视频方式 对英国那个发表的讲话 英国还属欧盟议员时 英德的矛盾分歧就很严重 德国历来主张发展实体经济 英国更多强调金融业 服务业 两国在欧盟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欧盟成员国应做出怎样的贡献上 观点也多不一致 这其中的某些分歧 更是导致英国内部极力推动脱欧的重要因素 如今脱欧已经翻篇 英德也想就此翻过这些年的紧张关系 默克尔访英 他想维稳 目前欧盟对约翰逊政府将会如何执行脱欧协定 如何建立英欧 英德之间的新关系 其实并没有多少把握 因此默克尔访英的目的 也是想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英欧关系稳定下来 三 主张务实沟通的铁娘子 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的样子似乎总是一成不变 一身西服外套搭配深色长裤 就是他的标配 然而 正是这位众议固定穿搭的默克尔 却在一六年执政中 切实改变了德国在国际外交场上的模样 德国政治杂志国际政治撰文指出 自2005年默克尔上台以来 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德国 只是遵循美国等西方外交政策路线 如今德国形象变得更加独立 积极主动 默克尔曾被多次邀请参加国际演讲 这也体现了默克尔的国际影响力 文章中称 默克尔的外交政策重点在于 扩散处理跨大西洋关系 并深化欧盟内部的紧密一体化 此外 他还坚信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基本问题 都可以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 沟通 合作 务实 几乎构成了默克尔外交风格的关键词 四 后默克尔时代 德国外交或求变 今年9月 德国大选即将来 零 如果德国大选后 执政联盟依旧是以联盟党为主 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作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至少会在表面上维护默克尔的政治遗产 但随着默克尔下台 金民盟在德国政坛的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失去一位有决断 又能在多方谋求平衡的人物 德国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会加强 因此拉舍特必须谋求改变